根据统计,70岁以上的长者约有七成有夜尿的困扰 不仅影响睡眠品质,更是造成老年人夜间跌倒的原因之一 夜尿发生的原因除了因老化时的膀胱容量变小 男性顺护腺肥大等生理构造的问题外 也可能是慢性疾病的征兆 像是你如果有糖尿病,或者是说你有这个心血管疾病 比如说你有这个慢性的心脏衰竭 或者是说你有这个肾脏功能不好的患者 其实他会容易合并有一个这个夜尿的一个症状的产生 如果民众有夜尿两次以上的情形并且感到困扰 就建议寻求粘科医师的帮助找出原因 此外就寝前四小时也要减少水分及盐分的摄取 降低夜间如测需求 你在晚上吃饭的时候 你就应该要减少一些高盐分的食物的摄取 比如说一些汤啊 或者是说勾芡 或者是含大量盐分或重口味的东西 如果睡到半夜想喝水 医师也建议可用漱口的方式改善嘴巴肝的问题 透过生活习惯的调整 也有助降低夜尿频率 大新闻 毛一峰 张正龙 台北新电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